接下來方長的事要介紹第八點 他說戴松有三彩五紅球 假以來一次輪流,是戴松每次取出一球 先取得白球的勝利 如果取後無法回的話 問你說假勝的機率有多少? 這個假先抽,對不對? 那取後沒有放回去 那請問第一個,假要勝 假要勝的話 假什麼時候可能會勝呢? 那可能第一次他就勝 因為先取得白球了,對吧? 那他第一次就取到白球機有多少? 八分之三,八顆球有三顆白球 對吧? 但是也可能他第一次沒有取到白球 但是第一次沒有取到白球,他就一定不會勝嗎? 還有沒有可能勝? 有,什麼時候會勝? 第三次抽白球 如果假沒有抽到白球 一,也沒有抽到白球 這時候第三次抽的時候 他抽到白球他就勝了 好,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這個機率 第三次才勝的機率很帥 八分之五 假沒有抽到的話 沒有抽到白球,可見是抽到紅球 八分之五 一,也沒有抽到白球 可見是多少? 七分之四 對啊 他抽到的都是紅球 紅球少一顆 但是又是被他抽到 再來 假這個時候抽到白球 請問說什麼? 六分之三 因為白球一塊十三顆 這樣對嗎? 都沒有被抽去 所以這也是三 好,這個是他第三次的時候 這是第一次抽到就贏了 這是第三次的時候抽到才勝利 請問有沒有可能他是第一次沒有贏 再來第二次 第三次他也沒有贏 再來第五次他才贏呢 有沒有可能? 有 有 因為前面四個都抽到 抽到紅球 沒有抽到白球 好,那第一個 他要抽到紅球 沒有抽到白球 機率有 八分之五 再來 七分之四再來 六分之三再來 六分之三再來 五分之二 五分之二 請問這個時候假要抽到白球的機率 四分之三 白球還是三顆 剩下全部只有四顆 這樣可以嗎? 那有沒有可能 他第五次也沒有贏 在第七次才贏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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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沒有? 只有紅球有五顆 紅球只有五顆 紅球只有五顆 不可能你前面六次都沒有人抽到白球 因為這邊最多只能放五顆紅球 所以一定有一顆是白球 你不可能前面這裡通通沒有人抽到白球 這裡 六 所以只有五顆紅球 最少會有一顆白球 那前面這裡就會有 這裡 所以一定不可能這裡 那後面更不可能 所以答案就是這把他加起來 這樣你可以來嗎? 好,我們把他算下 這個約分我們先把他約掉 這個 八跟四 剩下一個二 這個也剩下一個二 好,然後這個呢 八跟四跟都一連掉 然後這個 五跟五 五跟五 三跟六 一連成二 好 所以呢 我們分母的部分 是有八 有七 就八七啊 所以不通通把它變成 八七五十六 所以這個上下乘以七 這個上下要乘以二 可以嗎? 上下乘以二 這個上下乘以多少 那就不用乘 好 所以 這個是三七二十一切上 十 十 再切上 十三而已 所以答案就是多少 五十六分之 三十四 可以約分答案就是 二十八分之十七 二十八分之十七 看看有沒有答案